我是羅東高中的廖秉齊 我今年的學測考了59級分 然後呢我平時的讀書方式就是跟著課程進度走 我會排一個讀書的計畫 然後按照計畫執行 然後在課前呢就是先翻課本或是講義 然後盡量先了解主題 細部內容的話呢就是上課認真聽 然後畫重點或是做筆記 然後如果有上課聽不懂的就是下課去找老師問問題這樣 然後呢在上完課之後就是複習當天的課程內容 然後我認為如果只要這樣照進度讀書的話 我是不用補習的 所以我從國小到高中都沒有補習 然後我今年想要考的是台大資工系 所以希望結果可以順利 所以希望結果可以順利 成功事情 這麼有的時候 可以順利